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升級版的智能定時餵食器開箱 首先 機器一台 飼料盒一罐 電池一副 固定器一個 螺絲一個 魔鬼氈一個 魔鬼氈 雙面膠魔鬼氈 安裝 說明 來請看 請看 後面的在笑什麼 好了 來第一步驟 裝電池 是 那第二步驟呢 因為我看不到 按箭頭方向撈出飼料盒 放出飼料盒 蓋 道路三分之二左右的飼料 再來就是根據你需要的調節 來 料口大小 尖底刺看不懂 圓形的按鈕沒按一下就是手動的衛食 如果你要設定的話就是 好,那我們來講解一下 它的盒裝上面的安裝方法 固定夾安裝 衛石器固定夾裝 淨衛石器主體 放置魚缸邊緣玻璃上即可 拧緊 固定活動夾 活動酸即可 魔術貼安裝 把固定夾移動 衛石器主體 把魔鬼沾黏上的保護膜 撕掉在電磁蓋上面 另一面貼在魚缸拉筋上 或魚缸蓋上 我們可以直接用嗎 黏位置 在講什麼 可以直接用了 注意 產品內置 電路系統不可掉入水中 否則魚會被電死 它在寫嗎 沒有啦,騙你啦,開玩笑了 好,那我大概看一下齁 第一步驟 來,第一步驟 首先先打開 這一看就知道了 有玩過四驅車的一定都會了解 電磁蓋 增加的魔材 電磁它附你的喔 很多它不會附耶 這是杭州 長命電池有限公司 長命電池 長命電池 什麼長命啊 長心啊 長心 長心 不是長心嗎 這裡耶 下面小的耶 我看 怎麼會有人叫長命電池 它真的是長命啊 它這個形容得非常好 它是長命 不是長笑 長笑別人聽不懂 常常在笑 哈哈哈哈 來,首先加跟減齁 加就是這個 禿頭 有沒有看到 那減呢 減就是這個彈簧 記得喔 小朋友不要自己亂用喔 但是小朋友不會買這個來玩 然後再把那個 電磁蓋 靠上 已經亂戴了黑色手機 這邊很簡單 這樣就搞定啊 再來就是你要想辦法把飼料裝在這個裡面 它就是兩種容量 這是小的 這是大的 ok了解 所以如果你是大 這是大的 然後再小的 我們應該用小的就可以了 不是,如果啊 你要去那個火星啊 火星啊 或是月球啊 你就可以用這一款 有沒有 如果你去高雄肯丁啊 你就用這款就夠了 聽不聽懂 哈哈哈哈 來 再來就是 12 hours and 24 hours and 2 2 choice you can make it 你要12就這個 然後你要24就撥這邊 yes all right 可以嗎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搞定了 喔 它就會開始旋轉跳約 這個就是啟動鈕 有沒有看到 你只要很簡單 防呆模式 12小時 這邊 24小時這邊 確定好對不對 來 先餵第一次 按下去喔 ok 那就先餵第一次對不對 是不是 對 好 等它繞完一圈 就已經餵好了 然後朝到上面的時候 就要過24小時之後 它就會再轉一圈 聽不聽懂 懂 如果你想要讓魚苗條一點的話 就選24小時 如果你想讓它變成 胖胖的啊 可愛的啊 嘴嘟嘟的話 就怎樣 12個小時會一次 有沒有聽到 我想要把它變胖胖的可愛 好 那我們就選擇12小時 讓它12小時 然後吃一次 ok 那它就是有分嘛 這邊一樣 音量鍵有沒有看到 小啊 弱啊 中啊 強啊 有沒有看到 越大的話是怎樣 傻越多 傻越多 它的開口就越大 那小呢 這裡嗎 小呢 那就是它的開口就是越小 ok 依此類推 像我也是第一次開箱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但是它 蠻簡單的 蠻簡單的啊 所以不要害怕 ok 這蝦皮賣多少 賣 169 169 169要不要 169要不要 我們沒有要賣 趕快裝 要趕快裝是不是 對 首先呢 首先呢 看到了 這個 這個有沒有看到 對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T字型有沒有看到 T字型卡 T字型 有沒有看到 OK 合體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樣子 魚缸是不是都是這樣直的 嗯 要擦 這樣把它擦下去 很方便 如果今天這邊風水不好 有沒有 然後再拔起來 然後再換邊擦 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樣擦對不對 不對 這樣子的話 你回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滿桌的飼料 哈哈 然後魚 然後在那邊漂浮 然後有蟑螂 螞 對不對 外星人然後在裡面 是不是 要怎麼放 要朝內 ok ok 那如果你水 放太滿的時候怎麼辦 就像你現在這樣太滿 對啦 太滿了 不要這麼滿 ok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餵食器啊 你可以剛剛好有沒有 來我們來瞄準一次 今天呢 這個這個洞口有沒有 剛好對準他 他就刷 掉在這個洞裡 有沒有看到 對食器有沒有 不是 餵食器有沒有看到 餵食器 你可以把它夾剛剛好的這裡 有沒有看到 嗯 是不是 是 真的有辦法嗎 沒辦法 好像沒辦法 嗯 應該是有辦法啦 你用魔鬼章應該可以黏住 好像可以喔 剛剛好 等一下試試看 你就把管子 朝另外一面黏 這樣就好了 可以喔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可以喔 這樣有沒有打光的效果 有沒有 就是你這一面是亮門 另外一面是暗的 那我還是不要 那這個東西呢 平常就不用用 因為平常那是你跟你的魚的互動 懂嗎 餵食的時候 這是怎樣 但是你一定要先踹看看 因為你要出門 以備什麼 就是現在過年要到了 很多人會需要 就是過年啊 我家的魚怎麼辦呢 就可以用這個味 欸 那烏龜怎麼辦 烏龜喔 烏龜它好像 那個人說 某一個youtube說 它一個月不吃也沒關係 不要吧 那它不換水也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你龜龜可以帶下去 龜龜帶下去喔 它可以乾啊 這個就沒辦法開車 你知道 開車 這個開車可能之後 就變很多小朋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不會回答你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掰掰